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惊奇意识1979第一季第九集 也就是第一季的最后一个故事了 女子朱莉是一个对时间非常焦虑敏感的人 不管干什么事吧 即便流出的时间是充足的 但是每每看着钟表秒针的转动 朱莉的内心总是紧张焦虑的不行 就总感觉自己要迟到了 其实管家都习惯了 有时候每隔几十秒朱莉都要反问一下 现在几点了 管家都是看个表报个时间 然后补一句才几点几分来得及的 偏偏这么一个对时间紧张的朱莉 碰到了不紧不慢 拖拖拉拉的丈夫福特 怎么描述福特这个人呢 举个例子吧 公司要是8点30上班 那8点29到公司的肯定是福特了 你说晚上9点整到卧室进行夫妻生活 那福特肯定是8点59分才到卧室的 哦你说今天4点20去公司 顺带的送老婆朱莉去机场 那福特肯定4点15分乘电梯下楼 再磨磨蹭蹭的还要洗个手 也是内心实在折磨的不行 拿上包包 朱莉也就先去车上等着了 好在丈夫福特按照计划 大约4点20从家里出来上车了 其实福特和朱莉两口子 这种模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福特也受够了朱莉 带给自己的这种紧张感 坐车里看到朱莉 看着窗外焦虑的不行 拿着雪茄 福特也说了一句 您能坐回来吗 不要搞得气氛很紧张好吗 行吧 好在没有堵车 那到地方司机下车 也给了朱莉一个好消息 夫人年度航班刚好延迟了 6点多才起飞呢 还得一个小时 其实朱莉这次去纽约度假 要去一个多月呢 不只看看孩子 顺带的放松一下自己吧 和丈夫亲吻告别 朱莉就来到了机场候车室 不是这是1979年的机场候车室吗 怎么搞得像酒吧一样 啥喝的都有 而且还全都免费呢 我坐这么多次飞机怎么没有碰到过呢 好吧重点是反正也是打发时间嘛 和吧台的服务员再要了一杯果汁 朱莉就唠唠叨叨的把自己为什么对时间紧张的原因给剖析了一下 是这样的 我父亲是个军官嘛 小时候对我非常的严格 每次吃饭的时候 甚至严格给我规定了时间 如果吃过头了 就会被打屁股的 我知道 其实每次时间来得及的 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身体的紧张呀 服务员听着也只是礼貌的回应着 而这是服务员接到一个电话 收了几句yes 挂掉电话 服务员就走到中间对大家说 很遗憾的通知大家 由于天气原因 今晚的航班就取消了 推迟到明天上午11点 如果有要乘航班的乘客 大家可以来登记一下 一听到这个消息 朱莉就赶紧打电话 把信息反馈给了丈夫 折腾半天再回到家 听着朱莉唠唠叨叨的复述 酒店都住满了 我只能回来住了 福特也有点烦了 别逼逼了 我都知道了 明天11点的飞机是吧 明早我安排一个9点的司机 送我们俩过去 路上我拐到银行办点事 朱莉听后紧张感又拉满了 你还要去银行呢 那不是一个反方向吗 我10点钟可要赶到机场啊 好了 屁话真够多的 时间充足的好吗 就这样两人上楼睡觉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一看这表又9点了 朱莉紧张焦虑的发条又启动了 看着福特不紧不慢的从电梯出来 朱莉就加快语速 车在外面了 我们赶紧走吧 好的我知道了 我抽根烟马上就来 行吧 又是磨磨蹭蹭的 朱莉就先到车上等着了 差不多9点10分了 终于等到福特上车 朱莉见状就赶紧催促司机 刚要开车福特就发现 诶我的礼物盒子呢 今天送给银行经理的 诶有什么礼物盒子啊 我刚刚在屋里怎么没见你带呢 不行的 这个礼物我必须带着才能出门的 即便朱莉急的都快哭出来了 请求着 亲爱的别找了 我要来不及了 赶紧走吧 福特还是打开门强调 着什么急啊 稍等一下 边说着福特就下车打开门回屋了 可是看到座位上的硬物 朱莉一摸 哎呦 贿赂银行经理的金条是吧 不是在这里呢吗 那什么司机赶紧去告诉我 丈夫礼物找到了 司机下车试了一下就反馈 门锁上了 没有钥匙 我开不了门 那还是我来吧 慌张的到门口 刚准备拿钥匙开门 朱莉就隔着门 听到里面丈夫福特 微弱的喊着朱莉的名字 我在电梯里救救我呀 一听这语气 朱莉就清楚 福特又是犯病 或者忘吃药了 也就是在这一刹那 朱莉感觉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于是朱莉就没有理会 假装没有听见 上师就告诉司机 我要来不及了 赶紧走吧 车子启动 朱莉也内心暗喜 整天拖拖拉拉的 这都是你自找的 我们这里补充一个细节吧 朱莉要去纽约嘛 所以管家用人 也都给他们放了长假 就这样 朱莉顺利到机场赶到了纽约 之后按照约定 朱莉还每周一次给丈夫福特写信 时间很快来到了一个半月之后 带着行李乘着车 朱莉又返回到了家中 打开门进屋 看到地上这么多信件 朱莉并没有惊讶 因为朱莉猜测 大概率那天没有拯救丈夫 丈夫应该在电梯里已经挂了 余光扫了一眼电梯 朱莉就拿起电话 打给了电梯公司 麻烦问一下 是电梯的紧急服务吗 你们能派一个人过来 帮我检修一下电梯吗 电梯好像卡在一楼和二楼之间不动了 我也是刚到家 不清楚怎么回事呢 那看来朱莉早就想清楚了 一系列自证清白的理由啊 而画面最后切到电梯 福特倒在电梯里早就挂了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 但有着邪恶转折的故事 不管怎样 第一季的九个故事就全都结束了 各位第二季我们再相见 我们再相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热爱充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